呆了 说没想到这块老腊肉居然是个九零后 我承认我一个快三十岁的男人 长得是有点着急啊 所以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喊我叔叔 我能够接受 同龄人喊我大叔也不是不可以 哪怕四十岁的人喊我大哥我也都认了 合理五十岁的大妈问我有没有老伴是几个意思 我看评论区里也有人问我 说小鹏请用四个字形容一下你自己的长相 我说哎呀不提也罢 也有朋友经常在说我是属于那种耐看性的 我怎么觉得这句话是既夸人又损人了 其实我知道我长得不好看 所以我以后孩子的基因只有靠我媳妇一个人来力挽狂澜了 如果一个人三十岁的时候死了 大家就会说好年轻了可惜了 但是如果一个人三十岁的时候活着 大家又会说你已经不年轻了 要说现在最难的一批人应该就是九年后比较早的这一批人 现在是八年后的一手这天 零零后的无法无天 一年后的崇尚的天 七年后的吃喝闻了天天是星期天 可怜的九年后他活的是一天不如一天 孩子还没长大老人渐渐变老物价天天在长房子购买不起 他刚出道就挣了三个亿 一个失忆一个回忆一个不容易 他们现在谈爱情已老谈死亡太早 跟年轻人谈经历太幼稚 跟老年人谈人情事故又不好 出去疯狂又怕吵 任性说你不成熟 沉默说你装清高 时尚说你有点飘 觉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刚想消极一回回头一看 妈呀 上有老 下有小 什么叫人言可畏 就是你聪明会有人说你心机重 你努力会有人说你运气好 你天生乐观会有人说你虚情假意 无论你做成什么样都会有话说 有时候你明明是一杯白开水 却被硬生生的逼成了满肚子憋屈的碳酸饮料 所以人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否则你的生活就像一条裤衩 为啥 因为别人放什么屁你都得接着呀 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你的人生只会有两种结果 要么自己累死 要么被别人整死 人性都是有一个弱点的 越在意什么 什么就越折磨你 当你足够尊重自己 你就很难把别人的闲言碎语挂在心上 你也永远不要跟一个二百五去争论争个输赢 你干不过他的 因为他会把你的智商达到跟他一个水平 然后用他当了多年二百五的丰富经验干白你 你只管做好自己的事 为好自己的人 走好自己的路 不要相信那句什么 多年以后你若未娶我未降 我们结婚可好这样的话 其实这句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 你就是脑粮一备胎 带脑粮酒精沙场 跃人无数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 就和你凑合凑合 过吧 就这么回事 我觉得不管男人女人 你放飞自我无可厚非 但请不要找我们老实人接盘 其实我觉得老实人挺可怜的 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说找个老实人 苦活累活没人干 交给老实人 你要干好了还不一定有人感激 你干不好还要被骂 实在有一天忍不住爆发了 人家又会讲 这人平时看上去老实芭蕉的 没想到脾气竟然这么差 现在有的人啊 真的很有意思 他嫌弃你穷 又害怕你富 会因为你没钱而瞧不起你 又会因为你有钱而看不惯你 恶不恶心 你要是过得比他好 他心里像有火在烤 他烧得慌 你要是过得很不好 他偷偷高兴得不得了 人心何其卑鄙 怕鬼的人 都是幼稚的人 成熟的人早就开始怕人心了 为 在某些丑恶的人心面前 不止一提 嫉妒心很强的人 他一定活得很累 因为他们见不惯的事情 有太多了 那其实说到底 只是见不惯无能的自己 嫉妒 是一个人发自心底 对另一个人最大的认可 有些人他就是有这个病 总是见不得人好 总是想把别人拿下水 其实你想把别人拿下来的时候 你一定在下面 人到了一定的岁数 基本上都是这样 都是带着点心事 带着点难言的痛 带着不敢交情的压力 心里藏着疲惫和委屈 面上却在尽力的讨好生活 这很正常 其实我们都差不多 生活都有很多琐碎 吐出来觉得很娇气 咽下去又拉嗓子 百般委屈涌上心头 话到嘴边 却又觉得不值一提 人最软弱的地方 可能就是舍不得了 你舍不得一段 不再精彩的感情 舍不得一份虚荣 舍不得掌声 我们永远以为最好的日子 会很长很长 不必那么快离开 可就在我们心软和缺乏勇气的时候 殊不知 最好的日子 已经毫不留情地逝去了 朋友们 生活百般自卫 学会微笑面对 学会忘记 学会放下 学会坚强 也许一切的问题 都只是时间问题 一切的烦恼 可能都是自寻烦恼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